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金国荣 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南宋关瑶池制作记忆的对标性传承人物 南宋关瑶是宋代五大名药之一 是真为宫廷烧制的青池 芝口铁竹 薄腿厚柚 粉青柚色 冰裂纹片 需要经过七十二道工序 选料 柔泥 拉披 修披 粟烧 多吃私幼 幼烧等等 拔太厚幼 因为关瑶 它会追求一种玉子梗 所以它幼上的必须要上得非常厚 入芽的时候到出芽这个过程 完全就是一种从泥土变成了玉 鱼跟胎的膨胀系数不一样 所以鱼的表面会形成这种开片 它完全是自然的一种开片 而且每一件开片都是独一无二的 用潮主要也是为了表现我们浙江的一种 冰净不息有力潮到的这种精神 在每天在使用过程中 它这个纹片的颜色也是在不断地在变化的 它纹片的纹路它也是在不断地变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南宋观耀这个器物 它是有生命力的 它就是一直不断地在变化 这个月儿到复苏 西门初中文大勇资华 这一集中文大勇资华 了解我们去看 所以我们要解析的